马来西亚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今天也发表文告 谴责国盟主席穆尤丁的基督教化马来西亚论毫无根据不负责任 该理事会指出穆尤丁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 因为马来西亚的法律禁止其他宗教向穆斯林传教 因此要基督教化穆斯林的说法根本就不存在 文告呼吁所有的政党克制 不要随便发表分裂性和种族性的不负责任言论 反而应该专注讨论良知的问题 如经济、体制改革、三权分立等等 该理事会也呼吁各造避免发言加深宗教偏见 而应该共同推动公平、平等和公正的价值 慕尤丁16号晚竞选讲座上指控 西蒙接受犹太人和基督教群体的赞助 以推动基督教化马来西亚的议程引来各方抨击